手试就是Sign Language Thank you 就是谢谢鱼鱼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这个小鼻子上也没有喝 哈喽大家好我是Audr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个母婴主题的视频 我想要记录我的一岁的宝宝一天都吃了什么 我们云宝宝呢现在其实准确的说是12个月半 他还有半个月就要13个月了 云宝宝呢他其实有一些过敏源 比如说我们已知的有所有的坚果类他都是过敏的 还有鸡蛋他也是过敏的 所以呢我在饮食中会避开这一部分 但是大家都知道鸡蛋吃小宝宝 营养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他提供了很优质的蛋白质 包括他的蛋黄啊也给他提供了一些优质的脂肪 所以我会想办法在自己的这一套 就是饮食里面想办法去弥补一些这点 给他加入一些像奶制品之类的 给他增加一些蛋白质 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大背景 云宝宝有些过敏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会很小心的给他尝试 side note 其实我现在还有在母乳 但是呢我正在逐步断奶的过程中 我每天只有第一顿是自己喂他的 另外呢我别的时候会使用我以前冻过的母乳 来解冻给他喝 偶尔实在来不及 我也会给他那种一碎宝宝以上的奶粉 或者是直接给他喝纯牛奶 这个也都是跟儿一讨论过 他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可行的 所以一般来讲 因为我还有动的很多母乳 我会给他解冻母乳 现在呢其实他已经吃过第一顿了 但是现在所有的奶 其实都是他饮食的一个辅助而已 最主要的他还是吃主食 就是我们大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只是有更多更加精细的选择而已 阿姨推荐说是给他奶会在进食之前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他不会因为喝了奶肚子很脏 就吃不下对他来说营养价值更高的一些别的 蔬菜水果肉类等等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早上一醒来就喂过他的 那时候我还蓬头勾面的 喂完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请他吃他的真正的早饭 母乳只是一个早上的energy drink 只是他早上的一个奶昔 大家可以这样想想 对 另外呢我想讲一下我的一个喂养方法 我不完全是做baby led winning 也就是说让宝宝自主的去选择食物 这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与宝宝他实在是太食物了 他的进食速度有点过于快了 所以如果我给他一盘东西 我有试过 我给他放了牛油果香蕉 还有一点别的chirios 就小的古物之类的 他就会很容易噎到自己 因为他在选取食物的时候 根本就停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逐步 我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目前呢我还是有 就是一样食物一样食物给到他 但是我会让他自己用自己的手指 pinsir reflex来为自己吃 只是这一个 像大家看到很多youtube博主都在做的 非常好看的给他一大盘 让他自己选择吃的这样子一种自我选择性 在他的这个进食速度下 我暂时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心来给他那么多食物 因为真的他那个进食速度之快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在边上都停不住他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背景 我会一般来讲 早上会给他吃一点燕麦粥 或者米糊这样子 一点点好消化的东西 另外呢我也会尽可能的多搭配不同的颜色 在他的饮食中 我当然不是什么影响学专家 我也不是R1 所以很多可能专业性的东西上 我也是有欠缺的 只是我尽可能按照 free talker wise书上所写的内容 以及我自己 各种各样去学习跟R1探讨 这样子的一些知识来做的这个视频 但是我肯定还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留言告诉我哪些地方我可以改进的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这样子都可以让我们的妈妈生活和宝宝生活 都能够更加的顺利 好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宝宝Flores 12个月半的宝宝一天都吃了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今天的炒饭呢就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给云云宝宝准备了一点燕麦粥 这个就是一个low cereal 锅里面有放一点点给1岁以上宝宝喝的奶粉 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给它加入一些额外的蛋白质 一点点zucchini 就是这个青瓜蒸好的 已经非常非常柔软 入口即化的质地 已经切好了 这是我之前没有prep好的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牛油果 一般来讲应该是可以吃下一整个的 但是我先按半个来算 看看它的胃口如何 如果说它还有余料的话 我想再给它一点点芝士 一点ricola cheese 看看它喜不喜欢 好 现在我就开始把这些食物都准备好 等到它面前一步一步给它喂 阿姨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 是不是的 迫不及待想吃了 云宝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爱好者 所有东西它都爱吃 我说你们要及时的把食物弄到它面前 它会稍稍的有一点点不来 妈 马上就好 给你切这个牛油果 云宝宝 看宝宝看到了吗 这个牛油果 云宝宝最近非常非常喜欢吃牛油果 每天都要吃上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干吃牛油果 它什么都不加 它就可以这样纯吃这个牛油果 真的还挺佩服的 中间再给它切一刀 这样刀刷的时候它大小不会太大 也不会容易噎到宝宝 但是呢我们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 我一般会从这个燕麦粥开始喂起 原因呢我一边喂和一边跟大家讲的 看看这里有一个小可爱 云宝宝呢最近吃饭开始跟我们一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书上说 要让他在吃饭的时间 有一种跟在餐桌上跟家人一起的感觉 不过我们家早饭时间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固定 但是我还是会保证吃早饭的时候 他也来到了餐桌上跟我们一起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的美宝宝 我第一步是要喂他这个燕麦粥 这个燕麦粥就是这样子 看宝宝手手抓好 非常棒 真棒 对了 云宝宝吃饭因为之前我有训练他 所以他手手都抓得非常的好 偶尔他最近开始 Finger food吃的越来越多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他会少时候忍不住想挥舞一下 但是跟他说说他就有很假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年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好吃对不对 爸爸说好吃 爸爸怎么没吃饭呢 好吃 嗯 之所以我会在燕麦粥里面给他再加入一点额外的奶粉 是因为云宝宝鸡蛋过敏 所以他少了一个宝宝很常见的 也非常易得的蛋白质来源 那我希望他能够保证他有足够的蛋白质 我就会平时有意识地多给他一些牛奶啊 或者说是宝宝的奶粉 或者说是我之前冻好处续好的母乳之类的 酸奶以及各种各样的芝士我也会给他尝备 这样子我们不缺营营呀 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鸡蛋的小宝宝 嗯 爸爸手挣好 来 真挣 好心开心 爸爸 对的手手放好手手放好 来到这里 对的 爸爸真棒 因为我在书上看到的是 其实如果你在同时有手指食物 finger food 和这种你要喂他的食物的时候 尽量顺序是先喂你喂他的食物 然后再给他手指食物 为什么呢 这样子不容易让他混淆 如果你穿开着来他会觉得你给了他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信息 一会允许他用手 一会不允许他用手碰食物 那对于其实 两岁以下的小宝宝来说 这些都是比较难消化一点的 所以我呢 现在好很多 因为我已经开始训练他吃饭已经到现在整整八个月了 宝宝也已经一岁了 但是在以前我是非常严格的 之后我再会给他需要他自己用到手手的 一八八 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不可以放好 对 真棒 另外我还有在书上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tips 就是如果说你的宝宝他不知道做什么或者他做的事情跟你一开始要求不一样 尽量不要只跟他说不对错了不可以不能这样 因为你只跟他说了不 其实他也不知道对是什么 所以哪怕你纠正他 我一般使用的语言也是书上讲的是life giving language 就是给予他生命力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我会告诉他你的学生放在这里可不可以 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到真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首先避免了过度苛责他 但又不会让他觉得非常的困惑 哦不可以那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不对那对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尽可能的在语言上会很注意这一点 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不可以试一试那么做 云宝宝试一试 手手 手手 好的真棒 5 4 3 2 1 真好你坚持了5秒来 阿喽阿喽 很开心的小宝宝宝最喜欢吃燕麦糊 等会我会给大家看我用的燕麦粉的品牌 这个他好像喜欢会剩过于米的要多一些 宝宝真好 好 太棒了 宝宝有没有跟妈妈说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妈妈开始给你下一个 下一个呢我给他吃我已经分好的这个青瓜 他可以用手抓起来直接用自己喂自己的 宝宝来 请问是你的用手时间宝宝的手我们已经都给他洗过 所以都很安心 云宝宝是东西非常非常的贵贵 他可以一口气喂自己一大块 所以我不敢给他太多 他之前就有吃香蕉 差点噎到自己过 尽量都给他分一次给他一个 给他两个是需要练习的 我现在开始逐步逐步有试着给他两个 希望他能够逐步去适应 不是只吃一块食物 但是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给他 让他慢慢慢慢知道自己的余量 啊你喜欢的Tini对不对 现在慢慢放一点片在你的小锤上面 真棒 然后他的左手就会开始操食物 这个是一个我以前特别不能理解 然后我有去问阿姨 我说他之前左手会紧紧钻着食物 只用右手吃 那我就去问了阿姨 我说这是为什么 阿姨说其实很多宝宝都会这样 他的天性就是会储蓄食物 会藏食 你爸爸真好 吃完了也没有跟妈妈叫酒 你真棒 来 这样一样来 不要太急 我会试着慢慢的慢慢多给他一点点 但是一旦他的进食速度过快 我会阻止他 但是我觉得我不可能 永远都一次性只给他一小点 我觉得他需要自己学会去整个Pace Control 速率的这个控制 这也是阿姨告诉我们的 所以让他自己去学习 找大的一点就会好了 宝宝来 这个番薯很多耶 好吃吗 好吃吗 这个好吃吗 这个好吃呢 喜欢吗 我给的速度 根本上他吃的速度 这也是有点搞笑 吃太快呛到了吧 快点吃 一个一个吃啊 不要太急 他真的就是 吃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也经常想吃 像BabyLine 我看到很多视频那样子 给他整整一盘各种各样的食物 但是我有试过 我那次给了他香蕉和一点点牛油果 他就噎到了自己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 每个小孩的情况太不一样了 我虽然知道那样子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觉得 我也想慢慢慢慢给他培养这个 可以自己控制进食速度之后 再用一整个餐盘 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食物 这样的方法 目前我还是 哎呀 你这个小子 目前我还是 慢慢来的不一步 对不对 慢慢吃 嘴里吃完了 我再给他洗的 云云吃完的餐盘都特别干净 他会帮我们擦干净 真的就是用他的手 用他的支度 用他对食物的热爱 这个青瓜是真的很软很软 入口气化的 但是任何食物再软也好 哪怕水这样的 你一口气喝多的也会呛到啊 就常常没人担心 那最后一个呢 冰宝宝吃完了 我们来吃第二个 就是这个 Avocato 好吧 慢慢来 我一般就是这样里面切好了之后 一翻了 它就会出来 然后如果 它还有一些就是 多余的没有出来 不会 可以 让它拨试一下 哦哦哦哦哦哦 你可用这个 妈妈帮你切开 这个 慢慢来 你嘴里还有没吃完都比你 你慢一点 哎 你思想只能是一个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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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云云的一顿 吃了不少青瓜 还有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一个牛肉 吃得开心吗 我们来给你擦池吃 最好不好 然后我们过去吃吃吃 你还要吗 你觉得还要吗 你想多嗎? 如果你想多嗎? 要多嗎? 你要多嗎? 如果你想多,你要多嗎? 要多嗎? 大家最後一次 要自己回自己啊 哎呀,你一定會滾三隻毛 沒有嗎? 哦 還要嗎? 還要就再對媽媽做一點摸 不想要了 呃,魚魚吃飽了 媽媽給魚魚來拍照片 以後我們都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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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好不好? 行,那我們一起 看媽媽喝一個早餐 all done,好不好? all done all done all done 我看還沒有到 他手裡還有一個 我看 好,那媽媽幫你清洗一下 我們就下一頓午餐再見 拜拜 拜拜 寶貝 寶貝 嗯 我看不見 你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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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你不見 你不見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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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被人家 我到家 我到家